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乖一点 今天才上映第一天而已 大家不要那么激动 那我们今天就是最主要一开始 就是要来 谢谢我们今天的干爹 BenQ 耶 干爹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台电视 对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这台电视之余呢 就同时也是让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们看Disney Plus跟Netflix 有哪些作品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BenQ的全新 E系列 它是一个追剧的智慧电视 155730 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前 我们有稍微试用一下 我们其实有几个功能 我们等一下陆陆续续 也会跟大家做介绍 最近BenQ有一个 万众期待的BenQ新品活动 在2021年11月15号到12月31 也就是现在大概剩半个月吧 现在活动其实已经ING了 你只要购买E系列 75型 65型跟55型 就会送独家阿基斯 就是收纳椅跟一卡通玉手 可爱的阿基斯可以陪你一起追剧啦 那他也送这个KKTV免费的体验VIP 我觉得最近那个智慧电视越来越多 大家会比较有个概念 就是说画质并不会因为你买了一个智慧电视 就提升了 你还是要有高画质的内容 就是要相辅相成的啦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再次谢谢BenQ 除了介绍电视之外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最近在这两个平台上面 也看了哪些东西 或者是大家有想要推荐什么东西的话呢 也欢迎告诉我们 那我们也可以随便 就是切换一下 然后也会跟大家展示一下 最新的功能有哪些 就我们刚刚其实开播前在吃的时候 有一些那个功能上面切换 这还蛮明显的 等一下也会看一下怎么样去欣赏 可能对眼睛比较有帮助啊 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去观看 你会看起来就是效果会特别好 首先第一个因为你要控制一台电视 从自古以来就是有一个什么 遥控器 每个遥控器最近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有Netflix跟YouTube的快捷键 那当然有一些品牌 可能也有Disney Plus 或者什么的 那最近就是最红的就是 一定要有的就是Netflix跟YouTube 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Google助理的一个按键 等于是你按下去 你可能可以给他很多指令 比如说什么 请播放部长的YouTube频道之类的 对 所以你按下去之后然后讲话就 对它就很像是一个麦克风 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特别把低蓝光给拉出来 现在就是低蓝光这件事情 大家都还蛮总是 所以其实这个遥控器是蛮人性化的 那这就是这个遥控器的部分 先从Disney Plus开始好了 我来用遥控器来操控一下 今天的这个界面 首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台 Android的智慧电视的话 这个界面你应该不陌生 当然我们已经有把Netflix 我们最常使用了 最常使用都加了 对那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是你往下拉一些就是 你常使用的这些就是都会跳出来 它会帮你记录啦 对对然后还有像最近YouTube 你别开始可以看电影了吗 就会有很多单片租借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就直接看Disney Plus 你有想要介绍哪一个吗 我之前听你说那个世界嘛 就是很厉害 世界在Star Wars里面 因为其实最近真的有点太忙了 所以我只看了世界的一集 就是你推荐的那个 罗布与蝴蝶 然后因为那个画面真的 用手机看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漂亮 所以就是会蛮期待 如果他在电视上播放会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最近那个串流啊 就是你画质什么的他并不能调 对因为有刚好有粉丝 就是私讯我的时候就有说 他每次看那个Disney Plus 都是只能720 然后他也是问我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 嗯那我把这个问题带来问你 哦对现在就是普遍的电视界面 就是他能够给的画质 就是都是根据网速啦 就是根据网速去自动调整 他不是手动可以调的 他应该是要让播放可以顺畅 所以才这样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家网络不够好 你直接把他拉到4K 他就一直断断续续 对那我看一下我Disney Plus 想要推大家做 哦我首先先跟大家讲 Disney Plus 今天就是在最近这几天 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Blackpink电影版 哈哈哈 我发现你是不是Blackpink的粉丝啊 那为什么我要推这个 因为第一个当然是最近的片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Blackpink的movie 下面有什么 出现什么PG 哦这是分级制度 哈哈哈 然后再来就是4K Ultra HD 他是跟你讲 他这个画质有到4K 那这个4K画质是 你如果电视不是4K 它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嗯 对所以你要有支援 它才能播 对你有支援才能播 所以你那个格子东西越多 表示你的电视 越强 对 越厉害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格子超多 对 所以就表示这台电视 有支援到这么多 可以用HDR10 然后又有4K 然后又有5.1的音效量 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偶尔可以看一下演唱会的纪录片 对 第一个我可以先推大家最近如果你有Disney Plus 嗯 家里有一个好电视 就可以 可以看一下演唱会 纪录片 没错 下一个我看一下 我蛮推荐 最后的决斗的 我也是一直嚷嚷着要看啊 但是我都没时间看 好 你有没有看到 最后的决斗下面的格子又变不一样 哈哈哈 他是杜比耶 对 还有这个就有杜比vision 的效果就出来了 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规格 它这里面有一个 我们稍微还是要讲一下 就他们这次这个 色彩管理实验室独家的6加1 肤色特调 不只是最后的决斗啦 就是还有像一些韩剧有没有 韩国拍人物这件事情很厉害 就有些那种大脸 有些那种MV有没有 什么Twice的MV啊 他们很喜欢拍那种很大很大的脸 像那个 像那个什么 Hello Bye Bye 我是鬼妈妈 就它里面有很多那种 那个女主角哭 鱼里的那个哭的时候的一些大头 这样 电视如果肤色呈现得很好 其实真的都很好 真的是很漂亮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这样就可以试了吗 应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调整 你可以很细的去调整 你看这个这个界面是不是让大家想到IG 就是你可以调背光 你可以调亮度 对比 色彩饱和度 色调锐利度 而且他说这个东西他们搞了20年了 20年的色彩校正的那个经验 然后还可以独立的调整六元色跟肤色的亮度 色相饱和度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女生相机里面应该要有的功能 哈哈哈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右边这个 这个项目也太多了 真的很多 如果你要看一台电视的颜色呈现的怎么样 我建议大家往动画片去找 我觉得最近比较新的是路卡的夏天 对 这里面那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一样有4K杜比Vision 他的那个整个画面都非常非常的美 好 那我Disney Plus我再介绍一个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部作品 居然有在Disney Plus 欸这个 但是我很怕我点进去他就开始播了 布罗利哦 对布罗利 好 这个 欸布罗利看的很热血 你有 你之前 我有看我之前去电影院看的 哦你之前去电影院看的 然后我想要在这里找 因为我一直找 我打布罗利就没有啊 原来他是翻布洛尼 布洛尼 对 哦有有有有有有了 可以切回来了 可以切回来可以切回来 我想这部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我就吓死了 我想说居然有这一个 然后你看这部你知道 我大概差不多晚上12点的时候 不少就是还在刷手机玩手游 没有在看电视 然后我就想说好 我就来看一下好了 然后他就说这什么东西 哈哈 因为他这部就直接 吓吓扎扎扎ären 分不不乎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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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第一人稱 這是Disney Plus很難得的作品 我覺得你剛剛除了講到那個 膚色可以調之外 最下面有切到那個低藍光嗎 因為我們剛才在測試的時候 其實那個效果還蠻明顯的 就我不知道現在電視上畫面 拍不拍的出來就是 它這個目錄裡面看不太出來 可是我們剛剛開播前 在測試的時候真的超明顯的 就是你一把那個關掉之後 它就立刻打開的時候會變黃 就手機其實現在也有這種功能 如果你開低藍光 它其實會把螢幕上的藍巴調很弱 那就剩下會比較多會是黃色 你眼睛看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有些那種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這樣看手機 很怕掉 有一些人追劇的時候 也喜歡把燈都關掉嘛 其實是蠻傷眼睛的 對啊就跟看電影一樣 看電影其實看久了 對眼睛來說還蠻吃力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換一個平台 我們去Netflix看一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就是這一個他們這個 DBX TV的聲音模式 就是如果你調音量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來這個 然後你可以選擇 劇院音樂新聞 還有自己的喜好 夜間它會自己自動調低 還有調低音量以便晚上收聽 就是你如果晚上自己一個人在客廳 想要看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不想吵到在睡覺的步驟這樣子 那我會覺得第一個當然我就推 如果是好電視可以先看 奧術啦 奧術就是算是近期最驚人的動畫了 應該沒有之一的 我覺得如果那個好的電視 就是可以趕快用奧術去來測試一下 你的電視到底顯示怎麼樣 那你有想要推薦大家看 我最近還蠻推薦大家看那個 地獄公史 但是雖然我只有看到第四集而已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蠻 讓我覺得腦洞大開的一齣 真的嗎 然後因為我覺得我家的電視 每次看這齣劇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大的困擾 就是這一齣戲的夜戲超級多 然後我覺得夜戲呈現的就是那個 會糊在一起 對 因為我們家的電視其實沒有很好 我室友買的控訴它 那個夜戲看起來就是有時候會反軟 就是糊在一起 然後效果很不好 我跟你講我很推 德魯納酒店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跟布嫂在討論 就是說有哪一個 韓劇你覺得可以適合在 就是像如果有要測試一台好的電視的話 那因為德魯納酒店裡面 它那個IU啊 它換了很多套衣服 裝修 就德魯納酒店它裡面有 就有古裝跟時裝的部分 然後它那個飯店又是那種很漂亮 然後其實每一次他們遇到的事件 其實都蠻不一樣的 然後其實還有像那個 我們剛剛有提到 韓劇有很多大頭 德魯納好像也蠻適合拿來 測試看看說電視 去呈現電視 剛剛我們講到那個膚色 我覺得剛好講到膚色 就是之前那個韓燒熙演的 路法抗劇的它 其實我覺得也蠻適合的 因為它就是那種標準 粉紅泡泡的韓劇 就是它是那種各種濾鏡開到爆 然後臉上 所有的毛細孔都會被看得一清二楚 宋江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宋江演另外一個那個Sweet Home 就是也是特效非常多 這兩部我覺得也都蠻適合 測試一部電視好不好用 最近Netflix有出小丑啊 小丑也是很適合 因為它其實裡面的色調啊什麼 都可以加強它 有點像是那種電影的那種質感的顏色 對那因為我家裡自己有一台BenQ的電視 它有一個功能是那個ISF的那個調色 他們這個20年的那個調色技術 對它那個東西調上去一開喔 那個電影的那個顏色 是不是色澤就是更 它可以比較還原原本那個電影想呈現的顏色 你說的真的太好了 等於其實有時候電視它只能去符合 陀螺大眾要的顏色嘛 所以它就會跟你說喔你要什麼 像我們剛剛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標準 喔鮮明 對那一般電視其實都有這些 可是它因為剛剛我們其實前面有一句示範 就是它有很多這些東西很細的可以去調 可以調更細節 你可以 你可以幫電影調光 哇 對你可以做這件事 好專業喔 我剛剛其實也蠻想提到這個的 吃貨與阿毛的逍遙遊 因為就是最近Netflix也進了很多的韓眾嘛 然後這個是比較型的 是RAM跟另外一位也是喜劇的主持人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會到處旅行 然後像他們最近就是去拜訪 就是李孝麗夫 然後我覺得像這種類似實境的節目啊 就是其實你也可以看 他們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有帶到一些風景 藉著電視的功能啊 在看這些風景的時候 效果都會特別強 那我們在這個今天的直播收之前 我們還是要稍微大概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追劇神器 BenQ全新的一系列追劇智慧電視 155730的一些重點功能 還是要大家還是要提醒大家 詳細的這些功能跟特色呢 大家可以去前往官網去看啦 就有最詳細的一些功能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第一個 當然他們是 20年的色彩管理實驗室 獨創6加1的膚色調教技術 那再來就是他們有最貼心的這個 追劇遙控器 他們這個是市場唯一 抗菌智慧整合遙控器喔 還有很多便利的快捷鍵 而且還有抗菌功能喔 哇真的黑科技 他說是InterTech測試抗菌力 打99.99%耶 我可以這樣子帶出門喔 這個檢驗單位 當口罩 那再來就是他有 不閃屏的低藍光雙認證 所以如果你在晚上比較偏晚的時候 看電視就不會傷眼睛啦 他說有通過SGS的低藍光認證 可以過濾高達60%的藍光耶 一半以上耶 你說60%嗎 對啊 60%耶 哇這太厲害了吧 我剛剛想說怎麼 我以為我講錯了 又來又要進入那個 對對對 最後的這一個 它是國產唯一Android TV 11的這個版本耶 它也有4K高畫質的影響頁 所以呢就是大家 喔好不好 馬上就什麼Google啊 Netflix啊 YouTube啊 全部都給它下載下載 4K UHD 剛剛又有這個 Dubi Vision 而且剛剛最前面 一剛開始有講到的 就是那個遙控器 可以啟動Google助理 對 就你可以聲控 直接用語音的方式搜尋 如果你手殘長的 打錯字按錯鍵就算了 在那邊 直接用講的 ABCDEFGHI 好多好長 好累好累 用講的就直接可以了 對 那當然還有那個喇叭部分 還有DBX TV 有Dubi Audio 有Dubi Atmos 音效演算技術 好不好 這個我跟你講 我們講到這個 講到老半天 這台電視多少錢 這台電視多少錢 好像兩萬 三萬塊就有了 兩萬多三萬 說真的 這BankQ有很多 價位 價位的選擇可以選 我覺得BankQ算是 非常非常親民 我們不要說 這台就是唯一了 我們就是說 大家的預算考量 自己可以上網去做選擇 但是我們今天使用這個 BankQ全新1系列呢 我覺得是很棒 就很多功能 大家可以去了解 然後體驗看看 電影庫拉布 我們每個禮拜三 晚上8點都會直播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 節目 我們就下個禮拜 下禮拜見 拜拜